Hello,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有没有在晚上看电影的时候想到身边没有什么好吃的来配这个电影呢 今天呢,我们就来做一个自制爆米花 非常的简单,这个就是原材料 这个是我在日本买的 国内上也有很多,大家可以在淘宝上搜一下 就这种现成的玉米粒是专门用来做爆米花的 因为这种玉米粒的话,它的这个屁股是修剪过的 所以说做出来的那个爆米花呢 它不会有那个太扎口的那个成分 像这一包的话呢,是一公斤的 我才买成二十来块钱 基本上够你吃半年的这个爆米花了 下面呢,我们就直接用锅来做这个爆米花 非常的简单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锅内倒入油 然后等着把油烧热 烧热以后我们加入白糖 白糖,白糖可以多倒一点啊 要不然的话不是那么好吃 我的话因为糖吃的比较多 所以说我就放的比较多 这一包白糖放完了 就这些 我们把它稍微的晃一晃 然后继续让它加热 这个糖呢,不用把它完全熬化 只要是到这种样子 就是能够滚动的起来就可以了 把它晃匀 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加入玉米粒 玉米粒的标准呢 就是能把这个锅底刚刚盖满就可以了 这些量就足够了 然后让它在里面翻炒一下 让这个玉米跟这个油和糖全部充分的混合 就这样,我们等着第一颗玉米粒爆出来 好了,第一个玉米粒已经出来了 第二个出来了 三个出来了 把它盖上锅盖 像小柿这里 秘密桃集成 盖上锅盖 玉米粒 切成 加上锅盖 放入腹 屁股 好了,基本上爆破已经完成了 我们出锅看一下吧 OK,怎么样?你学会了吗?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做的爆米花 因为我糖放的比较多啊 所以说非常的甜 嗯,很好吃 它这个刚刚出锅以后呢 你要让它把这个热气挥发一下之后 它才会变得比较脆 所以说就要稍微晾一晾 晾了之后呢 一份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 并且呢,能够让你看电影看得非常舒心的一个 这个爆米花又完成了 看这个还有这个白糖的拉丝 好吃啊 好吧 你学会了吗?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地方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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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